其實跳上任何一輛車都很熟絡 這位爸爸在28歲的時候 為了兒子搏一鋪去創業 學做汽車買賣 結果現在收藏了超過十幾輛超跑 今集筆記指 我們就記錄了一個超跑迷記故事 根據匯豐卓月理財2023新中產報告 香港人普遍認為要擁有637萬的個人資產 才可以成為中產階級 比去年上升了8% 你覺得要成為中產 大概要有多少流動資產 才稱得上為中產 40萬 多很多 起碼要幾百萬才算是 我估計500萬 500多萬 你又估計香港人 多少歲左右可以成為簽名庫傭 多少歲還是多少歲 香港人 有錢人少得太多 低頭做就行了 我覺得不用想那麼多 我估計我這輩子都去不到那個位置 調查中發現 香港的富裕階層 平均是33歲就賺到人生第一桶金 但大部分受訪者就認為自己要62歲 才可以成為千萬富翁 不過都有6%的受訪者 平均在45歲的時候提早達標 嘩 如果大家真的有天可以達到這個遙不可及的天文數字 不知道又會最想做些甚麼呢 馬上買一半 剛才說是你訂成的那層樓 去多些旅行 吃多些不同國家的東西 我反過來是 我盡量在我現在有的資源 我現在就在過我自己上這個人生 可以跟著自己的時間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娶老婆 我 成為中產 如果你問今集《筆記者》的主角 不是環遊世界 不是買樓 因為他一定會回答你 他要買車 不過他的超跑是怎樣一步一步地賺回來的呢 外K日 裝飾 你平時都是要 即是整天一收到電話就 我很多電話的 是呀 電話不停這樣響 平時你通常一天工作是幾長時間 哇 我們做生意其實真的沒甚麼停 差不多24 你凌晨12點 有人打電話來問我 問我車 我都沒有 郭先生 喂喂 你好 隨便看看 我剛才叫阿星去招呼你 你看有甚麼車適合 你還要試一下阿星 這些是幾年前跟我買過車 然後回來 說Alan有甚麼車適合 可不可以過來看看 有很多回頭客 我小時候很喜歡的車 我小時候爸爸媽媽送生日禮物 一年選一次 都是選擇模型車 遙控車 我常常在家沒工作 我看著這些車可以看 一個多兩個小時 然後 我很滿足 這部是Dream Car F40 很罕有 大過了 有車牌 做了成年人 當然 喜歡操控的車 喜歡有操控感 對 兒子都知道了 爸爸那裡有車 他們知道我是一個超級車車 我爸爸是做教書 以前媽媽就更加簡單 他就做一個Operator 爸爸一點都不喜歡車 以前有一架車拿來代步 他只是為了做交通工具 最終都被我偷去駕駛 入醫院第一個時間 都是很兇的 那個樣子 你這個臭小子 真的闖大禍了 這裡 還有一塊面疊 都是這樣來的 一個人 當你做了爸爸之後 你是完全不同的 你自然跳上車 你就不會這麼快 23年前 Alan就跟拍拖三年的太太結婚 在28歲的時候 大兒子就剛剛出生 他就急著要賺奶粉錢 把心一環就試試創業 我跟我太太 當時一起準備拍拖 接著結婚 我們結婚都是靠自己 我們自己儲錢每個月 寧存整庫 那時候捱麵包 我起步的時候 我不是一跳就做汽車買賣 我那時候打工 做酒店工 打了十年 我想試試駁一駁 做生意仔 接著就收了車回來做買賣 收了五千元第一架車回來買 三天賣了七千五元 就第一單生意了 接著我都不是馬上辭了酒店份工作 我是保持了 一個兼職賣車和正職酒店 保持了兩年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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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你好 見段見得你多 哈哈 我看你你好你好 見到真的 很漂亮這輛車 哈哈 有小朋友了 所以這些車未必適合我 媽媽和爸爸就是比較穩陣派 超穩陣 他們覺得我應該勞勞勞勞 打好一份工作 不應該搞那麼多東西 但當時我就會覺得我這麼辛苦打一份工作 在幫別人賺錢 我為何不辛苦幫自己賺錢呢 看看它的漆 看看機件 烏煙,你看看 這些烏煙的,這些有些原產 煙的,這些都是生鏽的 這些車很多煙的 這些 我們為甚麼要看得好清楚呢 我們做了這麼多年,我看得不清楚,我到時看漏了眼 因為人們來買我們的車的時候,反而他們都告訴我 即是叫貴收了 這些放在露天放得多,這些應該打風掉了 你看這些,這些曬得這樣 不過這輛很多年車的了 這輛車最值錢就是它的心臟 是呀,我很喜歡的,這個B16A引擎,大鐵引擎 看看有沒有流油,看看有沒有撞過 都是浸回來的,看得多就懂了 創業起動資金,我當時很記得的 沒有錢,我有個朋友給了我20萬 他知道我要有資金去收車 他說你拿去轉吧,你拿去轉,你轉完給我吧 當年我們是很喜歡那些車,但是沒有錢賣到 是呀,那就是我們的兒時夢想 但是現在的價值反而是比以前的價值還貴 試一下繞個圈,試一下和客人說一聲 車看眼界和好看時間的,你要收回來 你要很短時間很快的內放 其實跳上任何一輛車都很熟落 你想想,賣了應該都超過2000 部車都有 驗味呀? 當然不會驗呀,那麼開心 你記得我留意我關掉冷氣才踩嗎? 是的,要的 舊車全部都要關掉冷氣才踩 要不然冷氣泵很容易會扯壞 正常都沒有什麼的車 只是外殼就差一點 車身有些煤等等 這些是我稍後回去土價還價的藉口 很多升值潛力的 Diablo 現在國內和英國在世界市場 他們炒得很高的 沒有什麼嗜好 沒有什麼亂花錢在任何東西身上 大概34歲就買到人生第一家法拉利 那我80萬買回來,我可以玩 玩一陣子,拿半年也好 我可能又可以80萬買出去 那你說夫婦何求呢? 那時候有個騙子 拿空投資票來收了很多車回來 就放給我們的車行 根本又是整副身家 我第一架收最貴的車,收回來就是賊贓 哇,我那時候拿了50萬出來收那三架車 最終花了三十多萬 我們還沒有跟舊車主一人虧一半 這些騙案 我想我都做車這麼久 三、四次都有了 應該都不會再有 我很小心 一定很小心 老闆的車都在裡面 那些珍藏 是啊,是啊,是啊 他平時會不會每天都來看看 又要走 有啊,有啊 他們就說 哎呦,開了他的燈 我想他穿車 他又想他試試 或者有事就 載他爸爸出去走 爸爸很慈懲 爸爸超級好人 我都是 舊乾淨那些車 等別人看到 很英俊 要滴這麼多髒 他都看到 因為他對那個車小 他會親愛那個車 七年前 Alan想擴展他的生意 開了這間 以跑車為主題的餐廳 三百二十六元 謝謝 現在我做這些事 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所以說這裏就是我的事業 又是我的家庭 你看到我們這裏有迫步畫嗎 你看到我們這裏有三個小孩 知道這是甚麼嗎 我知道 兒子、兒子、女兒 是啊 我當時是開這輛車 我開去給一些 做包圍的人 一比一的模型 做了一個招牌 那些胎輪全部都是真的 其實以前每個星期 我會找三輛不同的車出來擺 每個星期是不同的 讓客人有更新鮮感 這輛是桿桿 全球只有五百部 這輛成龍大哥拍 霹靂火 黃色衣服 Lotion 衣服 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車 喜歡車的人 一定會知道 後面那輛叫Supra Supra JDM 來說最罕有 我最少有的 四大天王 有NSX Supra RX7 Skyline GTR 其實最少有是Supra 這四輛我都有 連這輛五個牌子 一個牌子儲一輛 我以前小時候 十一、二歲 有這樣的想法 我見到 那些車這麼漂亮 又是三百萬 看到當時的樓買 又是這些價錢 那為甚麼要買樓呢 那我寧願睡在車上 好像早前 打風和水浸那兩天 那我都是 都睡不著覺的 那如果你在一層樓 或者你的錢 在銀行上 你會不會睡不著覺 你不會的 那但是 你全部在那些車上 你的財富 那當然害怕 好害怕 那現在大過了 當然知道 原來車子 不過是奢侈品來的 樓才是最實際的 可以一家人住 車得你一個住 以前 我是駕駛車 有時候收到那些車回來 很喜歡 又想保持住 開始懂得放手了 都保持不了那麼多 那如果 譬如Alan 你現在來又 可能又賺了一筆錢 那你現在 就不會那麼衝動 又買超跑 不會啦 現在定期很高息 我會做定期 根據匯豐卓越理財 2023新中產報告 每四名中產父母 就有一位打算為子女 在他們18歲或之前上車 雖然Alan 就未為17歲的兒子置業 但就在個幾月之前 為兩位兒子安排到海外升學 根據報告指出 父母預算要送一位子女 去海外升學 平均就需要港幣265萬 還要用超過五年準備足夠的儲備 即是說每年平均都要儲 至少港幣50萬 不過Alan 竟然就只用了一晚 就決定了 無端端有一天 下午有個客人 趕開去外國讀書 他們的小孩 然後那一晚 就跟他們說 然後就第二天 就已經交了錢 好闖賊 我就那一晚 已經在家裡走 好笑 就那晚已經不捨得 人生最大挫折應該是我 我女兒有沒有問題 哎呀 你看看你 那時候出生 醫生 直接跟她說 她說這個病例 我在其他的醫學書本上看到 其實是不過一歲命的 直接說不出她什麼病 要檢查 要等四十天之後才有報告 你想想那四十天多難牙 現在沒事 一定要覆診 整天都要覆診 但每一次覆診 醫生都說 好好 進展得不錯 沒事 不要她下來 很難 自從她出生之後 我個人就簡單了很多 做人其實不用那麼複雜 最重要是健康、開心、簡單 好像我女兒那樣 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 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子女就一定是父母的心頭肉 調查都有指出超過九成的中產父母 都會把子女納入財富規劃裡面 有54%還會計劃得更加長 把孫兒子都納入在裡面 不過Alan還是這麼年輕 不知道她又有沒有這些計劃呢 對 你以後大一個做什麼 餐廳 做餐廳 來 做餐廳幫忙 有什麼幫忙做 派食給人 派食給人 對 對 經常去招呼客人 有 有 女兒將來大一個可以在我餐廳幫忙 招呼客人 對 好搞笑 你都計劃了 對 你有沒有夢想 夢想 我夢想 兒子可以繼承我的事業 很傳統 很老套 很傳統 很想他們和我一起做生意 如果他們不繼承 到時撿了去 我覺得很可惜 他們有個別喜歡美車 但都是JDM多 日本車多 他們不敢想著 我經常跟他們說 爸爸這麼多跑車 但其實我們家裡不是很富有 因為我們是做汽車事業 做汽車賣賣 所以才有這麼多跑車 人生最驕傲的事 開到一間餐廳 我餐廳開了七年 但這七年 好像都是在做夢 每一次做每一個訪問 每一次在街上認識到新朋友 每一次他們說 我聽過這間公司 我就很開心 總之很滿足 會不會這些成功的事 你都很想告訴媽媽 她知道了 如果大家都想了解更多 匯豐卓越理財 2023新中產報告的有趣發現 快點點擊入 info box裡面的link 看報告詳細內容 還想捕捉理財先機成為千萬富翁 那你就要盡心匯豐卓越理財 現在迎新禮物總值還高達港幣 48,200元 多謝你看米子 記得comment share和like我們的片 還要按鈴鐺